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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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台大法学院的蔡敦明老师 她在法律与医学 社会与法律等等学科上面 进行相关科技整合的开创性研究 那再加上国内学士后的研究课程 以及科技整合研究所的增设 与过去相较已经有明显的进步 但是因为跨领域的研究难度本来就比较高 加上我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意愿日益的低落 所以目前在我国还是存在极大的进步空间 虽然说法学教育的严谨训练 可以让法律人在学习很多其他的领域 驾轻就熟更容易进入状况 但是仍然要经过相当的学习的阶段 才可能有所得 以美国为例 美国法学院因为已经获得学士以上的学位 所以比如说哈佛耶鲁 他们的法学院很多的学生 已经是有硕博士的学位 所以法学对他们来讲已经是第二 以及是第三的专长 因为很多学生已经有实物的经验 所以说在目前科技整合的年代 我们所面对的是越来越多元的社会 法学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果说我们拒绝跟其他的学科进行对话 其实是拒绝进一步 那么在这个部分有可能 在许多的议题上面会被时代所淘汰 关于这一点法律人应该要多加省思 那进入到本单元的主题 其实医疗法是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有趣的学门 很可惜我国在这个部分 长期忽视医疗法 在国内的法学院也很少开设相关的课程 关于医疗法的研究的空间 我们也有向上提升进步的空间 医疗法其实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 以英国爱丁堡大学为例 在大学部以及硕士班 都有开设医疗法的课程 那么在这边我们特别介绍一位 爱丁堡大学法学院医疗法的代表性人物 Professor Ken Mason Mason 教授是医生出生 后来在学习法律 之后在医疗法界大放光芒 他的著作等生 基本上他的著作都是由牛津大学跟建桥大学来出版的 那他的教科书是英国标准的教科书 如果在英国读医疗法这个是必读的教材 已经是属于世界级的医疗法的学者 他的著作主要是在论及医疗法跟医学伦理 特别是在生殖医学方面 那么在本单元我们就将思考说 到底在医疗法律跟实物人权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既然讨论到法律医学 我们今天非常难得邀请到台中荣总嘉义分院精神医学部的组织医师 王德武医师来为我们做一场专题的演讲 而在这个演讲的部分 即融入了法律以及医学的对话 那么王医生在经历方面 他曾经担任台中荣总诸院医师 以及台中荣总副理分院的组织医师 目前担任台中荣总嘉义分院精神医学部的组织医师 以及收复大学跟近南国际大学英文化学系的兼任的教授 那王医生目前已经取得精神专科医师 台湾老年学技老年医学会的专科医生 以及老年精神医学的专科医生 那么从以上王医师学经历的介绍 我们就知道待会演讲的精彩程度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特别邀请王医生 希望能够在法律跟医学的部分展开相关的介绍 以及在12.3的部分我们会进行相关的对话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王医生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王医生